饮食自由行 玩乐我最行 你怎么是一小子能够突然变正经了 你还不过去玩伤了吧 你怎么 你是不是又办你全最行 我受不了了行吗 你这样 你这样 我怎么带你去香港这么有名又高端 又有文化的茶室拜访啊 你知道吗 去那里一定要高端一点 有点文化气质啊 你不可以带我去进食一下 这位小姐 好吧 还是蛮有风度的 走啦 走 这次我们来访的鹿语茶室 在香港相当有名 除了因为它以好茶文明以外 历史悠久 怀旧装潢 各是这家店最厉害的特色 一中一移 一株一幕 看 这就是老香港呢 非常的开心 终于能够高大上的来到了鹿语茶室 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支持者 带我来到这个地方 当然啊 因为我们之前 一直都在吃一些东南亚风啊 包括一些非常洋气的东西 在环游东南亚 今天终于来到了我们 非常本土地 让我们感受一下香港的文化 什么是香港的文化 我们首先先介绍一下 我们这位非常具有文化气质的老板 陈先生 欢迎您 陈先生 欢迎您 陈先生 欢迎您 感谢您给我们准备这么丰盛的一餐 我觉得我们现在说话 都好像有文化气息了 对 整个就高大上 我们之前已经都是 之前都是在那些玩的开心间 现在我们就是要高雅一点 高雅一点 说话 你看看 你看 非常高雅 我们是这样想的 穿旗袍 对啊 国产中山装 对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陆里茶市 真的是有非常非常悠久的历史 81年的历史 对啊 81年前开的时候 是 我的这个创办人的 他们已经是主要是一定要茶 茶一定要全商最好的茶 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的这个创办人 我听我爸爸说 81年前这个茶 81年前 对 这个价钱呢 是其他平均其他茶楼的两倍 这三杯茶 你看颜色都有些朋友 这个黑黑的 对对 这是黄色比较标准的茶 好 这个是稍微黄一点 那边是黑黑的 对 这个我们叫茶汤 茶汤 这个颜色就是茶汤 我们叫茶汤的颜色 我这一杯呢 就是龙井啦 对不对 就是西湖龙井 对 对 都是绿色的 对 绿色的 绿色的龙井茶 对 绿色的 然后您这一杯呢 就是白茶 也是这个白茶 白茶 也是白茶的一种 叫白马茶 我这杯呢 就是咖啡 跟你一样颜色 我跟你说 跟你一样颜色 跟你一样颜色 都是黑黑的 这比较像咖啡呢 其实我们也是在其他茶 餐厅当中 经常常见的是普洱茶 另外我们知道陆语茶 是您刚才受了81年的历史 那么久的历史 大家都很好奇 有什么样特别的故事吗 这是在这个地址 就是三双三双 以前有一个叫中国日报 中国日报的 中国日报的 主要就是当年 这个中山中山西人搞这个革命 这开会的地方 开会的地方 还有很多历史的政治的意义 这也是革命根据地的其中一个事 可能你现在坐的位置 就是三中山西人都来坐的 我太荣幸了 我穿越了 真假的 这都不能得罪是的周才先生 对对 还有就是我们画的旺 就是古旺 也不是很古 都是真迹 都是真迹 没有呼应 没有老三 所以陆雨茶是 八十一年来风风雨雨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就来到陆雨茶是你的装修化 据说我们老板说 八十一年都没有太大变化 对啊 我知道是岭南的风格 对 一直要保存一种历史气息在这边 像这些椅子啊 那些木头啊 都是以前的 可能你坐的这个椅子 这个我们在孙姬 这个可能有100年 历史也说不定 真的哦 就这椅子有100年的历史 随便什么都是文化纸记来的 可能是100年124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日子 八十一年前买的时候 可能不是新的 可能已经有 可能三十年 四十年历史 对已经有历史 现在真的都是这样子 再加强这个四十年 再加强一个八十一年 是一百二十一年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东西 都是古董啊 我真的太荣幸了 又有历史的沉淀 然后再喝点茶 我觉得我一下就升华了 有没有 对就马上揍手师 快点 这好难啊 这个 好前明月框 再想一想 我们这个茶匙还是以粤菜为主 对对 我们应该说是传统的里南风格的 里南风格的菜系 这个汤叫白肺汤 白白的好像是白肺汤 对啊 这个汤是比较麻烦的 就是工序很附近 就是我们先把这个猪肺 这个买回来的时候呢 这个要把这个肺 这个血洗得很干净 肺的血洗得很干净 对对对对 更主要就是把这个 行人 信仁再打成这个鸡 在放入肺里面 哇那好入味哦 但是工序很复杂 复杂 对对对 你问一问 这个 谢谢 很浓的这个 那个杏仁的香味 对很浓的杏仁香味 好谢谢 我觉得这都不像汤了 这是一种被雕刻的一种精品来的 哇 这长得特别 很浓耶 非常浓郁的杏仁香 我觉得这几个是上等的骨品来的 这个白色都是杏仁自己出来的颜色吗 对啊 还有放一些奶啊 没有没有 真的哦 那要熬多久才会变这么白啊 对啊 要很多很多 很长时间 有很多的时间去制作这道菜 所以说这道菜的制作工序 今天我们刚才也讲的是非常的复杂 对 我还是出自大厨职守才会有教材 我觉得好像在吸那种 特别高强度的那种胶原蛋白那种内容 对啊 就瞬间了就接 再吃一碗 很滋补耶 杰克寺 杀的这个多士 虾多士 虾多士 就是上面是虾底下是那种 面包 我发现香港人他还喜欢吃多士哦 因为是不是因为香港他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 这个广东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 其他外来的文化中国人之为把它用了 变成这个中国文化的一部 就是融合在一起吧 这个外面的脆脆的 这个哀下去的时候 是比较 你有点 αν性 口梗的 这个是我们叫 炝鸩�只 error 因为很多越菜的这个 감사합니다 那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这个 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用一些山楂 山楂帮助 山楂 还有这个香味 谢谢老板的交代 先给您加一块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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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拆最小的 最小的我也要 你太有心思了 整个一块骨头加给我 真的 真的挺好吃的耶 因为外面有些店会过于甜 或者过于酸 对对对 对对 我跟你说我们一般都是在饮茶 吃肉吃虾很温柔 但是我看到那个 有一个活物在上面 哪个活物啊 你能看到吗 这是头来的 头 鸽子 这是鸽子 对 鸽子 这个鸽子在粤菜里面 好像也是一个蛮重要的菜 是啊 你知道因为中国人 差不多天上面能够飞的吐气了 除了飞机 飞情 天上飞的鸟 是鸟啊 什么都吃的 中国人是什么都吃的 尤其是港东人 以前老师说嘛 说这个吃四只腿的 就不如吃三只腿的 三只腿的吗 三只腿是什么菜的 两只腿 你什么三只腿 什么菜的 吃四只腿的就不如吃两只腿的 这个也是我们很有名的 这个你试试这个叫 我这个腿腿这个饭炒鸟 其实这个 就是白鸽 这个呢就是那个叫 其实这个是金华火腿 但是经过你们处理的 对 这个先把这个胆浆跟这个火腿混合来再炸 所以你细适这个味道 好呀 我吃个金花火腿 其实我觉得这道菜特别的心思 你要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通常在外面吃的是乳鸽嘛 然后这边做乳 这边做的这种鸽子肉的方法 是把它所有剩下的肉就这样切下来的给我们吃 金花火腿好好吃 都不用啃 我可以再吃一块吗 我真的很好吃 嗯 嗯 超香的 这个鸽子真的好好吃 有一次我们在这里吃饭 我有一次朋友买了这个西班牙最贵的那个 柯腿 柯腿 你知道西班牙柯腿很有名 柯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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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很贵的 但是我们也有一个中国这个 但味道还是没这个好 但是这个 这个所有的看人都把这个吃饭了 这个西班牙的 就完全放在那边 无人问津 很多都是 他们都是选家这个 这会不会夺走了那个鸽子肉的那个 所以你现在 对啊 你要先竖竖口才吃鸽子肉 所以我就给自己找一个借口 然后再吃一口鸽子肉尝一尝 然后呢 它身上的肉呢 用用来炒的方法 哇 柯腿肉好嫩哦 其实中国菜的地位 应该比它的炸气更高 好像你去吃一个日本菜 吃一个法国菜 一般来说 很多时候每个人就是几百块钱 一千块钱 你觉得好像很普通的 但是很多人就是去这个中国菜的时候 哇 怎么贵怎么贵 但是这个锤 这个锤这个艺术 这个艺术很重要 你知道这个中国人有一个很有名的建筑师 叫做维贝 绿宾 它是罗浮宫 就是他的 哦 罗浮宫 是他的这个设计 那个时候就是这个 这个法国的总统就问他 我们法国是一个很有文化的这个国家 为什么你觉得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罗浮宫 这个重建 他就说 总统先生你放弃了 我是中国人 中国也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国家 文化的国家 对对对对对 对是感觉好自豪哦 你知道西班牙最有名的这个这个 这个瓦家 皮卡索 中国那个最很有名的瓦家 叫张大千 嗯 去去去巴黎的时候 去巴黎的时候 去巴黎开这个瓦家 那个时候张大千 也不是 在世界上 必须没有皮卡索 那么有名一定 他就去找这个皮卡索 第一句话 你是不是对皮卡索说什么 他说 我觉得全世界最伟大的 这个瓦这个艺术 是中国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应该 多学识我们中国的文化 对 多了解中国的文化 然后继续传承下去 也希望很多很多的朋友 多来我们的路语茶 试感受香港的文化 中国的文化 对 然后把我们这些文化 都传播给世界各地的人们 对 谢谢芝芝让我今天高大上了 还行吧 嗯 嗯 你确实不错哈 可以说是有文化 有品味 又高端 又好吃 那我都是觉得自己 是个文化人了 看来想不到芝芝拼你的修养 能够带我去到一家 这么好吃的地方 不错 我的修养怎么了 嗯 好了好了好了 那当然我知道你带我来 这么好吃的地方 那我们当然也要替 观众朋友谢谢你 带我们来的这么好吃的地方 好不好 来鼓掌鼓掌鼓掌 好吧那放过你了 总之呢你只要 黏住我们饮食自由行 保准让你在香港吃的好 吃的小孩能吃出的话 好了好了 饮食自由行完了 我最新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 你们看 加入巨克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